《万公征战》 花木兰 北魏人 生于公元412年 京湖北黄匹人 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 作为中国历史上女性英雄的代表人物 花木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影响深远 记录她从军故事的北朝民歌《木兰词》 被收录于课本中传唱至今 动画公司迪士尼将她的故事拍摄成动画电影 湖北省黄培区修缠她的故乡 布兰天时用此纪念其事迹 花木兰波兰壮阔的故事发生在北魏时期 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 北魏政权命令每家出一名男子充军 可木兰的父亲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 正值豆蔻年华的她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她要替父从军 奔赴边关 抵御万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她肯定是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第一个难点就是 是否具备这种去带兵打仗的能力 一般的在早期的社会里面 女子的教育是不以这种军事为训练的方式的 所以从这一点才讲 木兰如果要去做带兵打仗 带父从军 首先具有非常高超的军事技术和能力 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 一般的人不可能做到 木兰代父从军的事迹 在民间口口相传 经过漫长的岁月 木兰逐渐成为百姓心中 一名淳朴善良 刚以勇敢的女英雄 木兰文化也逐渐成为 中华历史长河中 熠熠生辉的一颗明珠 离家那日 木兰手拎长剑 与父辞别 父亲紧钻木兰之双手 不忍放下 木兰深安 从军为汉流加倍之操练 夜以继日之行军 以及甚至最终 马格果师战死沙场之结局 至于木兰 她更甚明白 她敬爱的父亲 难以在战场上全身而退 行军之鲁 道足且长 甚为艰辛 木兰日复一日 磨练剑鼠 乃至精疲力竭 跌倒于地 木兰深知 百姓所过之日 皆朝夕微惧 也用双眼看到 以血手之地正蒙所办 满目苍蝇 家亡人赛 木兰 咬紧牙关 站了起来 手中之剑 划破长空 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未知 九一昂 万里富荣西 观山杜若飞 朔气传惊拓 韩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征战多年后 花木兰最终与众将士 血里击退柔然 荣归故里 木兰为保家国安定 束手边关 征战沙场的故事 流芳千古 而木兰 惊中报国的精神 也令一代又一代的人 为之动容 经知木兰风景区 更是由人如知 人多以切身体会木兰文 追寻席源 则仿此一片夕 中校文化是木兰文化的精髓 全国各地的游客 来到这里 就是要体验中校文化和木兰文化 希望这个中校文化 木兰文文化全程下去 我长大以后 要像花木兰那样 孝敬父母 包孝祖国 木兰以护国安定为己任 自请上阵斩之雄精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代更是不乏有许多爱国英雄 宋代木桂英 替夫挂帅出征 为国捐躯第一先 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 精忠报国 成千古绝唱 宋朝文天祥 面对敌人 宁死不屈 写下留取担心 赵汉清 清朝林则徐 喜因祸福必须知的精神 令人动能 无论时代如何变革 这种爱国文化 扎根于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 融进了中华儿女的古语魂 千百年来 一脉相承 也必将流传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